今年呢其实我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呢 就是不要再买大盘眼影盘了 总有那么几个颜色我是从来都没有用过的 我就觉得还挺浪费的 哈喽我是Lucy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Shoutubery的两盘限定眼影盘Hollywood 这两盘呢分别是Diva Light和Star Aura 然后我眼妆呢也是一边一个 右边呢我是画的这一盘Star Aura 然后左边呢是画的这个Diva Light 其实呢我用下来以后觉得这种四色眼影盘 是最最最实用的 不管是Shoutubery的还是Tom Ford 就各种眼影盘子吧 我觉得四色眼影盘总体下来 还是我个人来说用下来觉得用的最多的 像我这种日常型化妆选手的话呢 其实眼妆平时都比较淡的 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颜色 它今年的这个限定眼影盘呢 是比普通眼影盘要再小一点的 0.09盎司2.8G 据说呢好像是因为它这次里面的这个粉质 比普通盘都要好一些 所有的颜色都是有带这种闪片的 比较像这种珠光细闪的这种闪片 但是呢完全都不会掉粉 但说实话如果普通化妆 可能也不太能感受得出来区别 外包妆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也是有星星的 首先呢是我左手边的这一盘 它叫Star Aura 也是我现在左边眼睛的这个眼妆 Star Aura这盘画出来就是非常温柔的 一个仙女的感觉 那种直男看到这个眼妆可能都觉得你没有化妆 或者是它的妆很淡很淡 整体下来的颜色我觉得还是偏这种粉色 偏棕色调 觉得是很难拒绝的这种很梦幻的颜色 四个颜色分别呢是最浅色的 这个有点像香槟粉色 粉色 棕色和古铜色 然后我今天的用法呢 是先用这个粉色作为打底 铺满了整个眼窝 再用这个棕色呢用在这个双眼皮的地方 最后呢再用这个古铜色呢 加深眼尾和下眼尾的部分 香槟金色呢提亮眼头 还有眼中的位置 这四个颜色的话刚刚好是画一个完整的眼妆 然后我觉得四个颜色都可以用得到 画出来的眼妆呢就是非常的温柔 然后它的这个细闪 微微的闪 可能远看的话都觉得不是很明显 只有近看 然后在某一个角度看的话 它这个细闪才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高级的一个妆容 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呢是它没有非常的显色 肤色是比较偏黑一点 偏深一点的话呢 可能会不会很显色 如果没有这个古铜色 其他的三个颜色画出来的话 真的会很淡很淡 下手亲的话真的是感觉画了一个寂寞 如果大家买这一盘的话呢 一定要用到最后这个颜色去加深眼尾的位置 轮廓会更加明显一点 眼睛也会更加放大 然后有绳的感觉 一般来说大家都会用一些雾面色作为打底 但这个里面是没有雾面色的 但出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完全不会显肿 这盘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喜欢温柔妆容 喜欢日常妆淡妆的小伙伴呢 一定会很喜欢这一盘 那接下来这一盘呢叫DivaLight 深浅的颜色 过度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再加上最后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呢 是可以做出这种比较像烟熏妆的感觉 其实如果你不用最后这个颜色 只用前面这三个颜色的话也可以完成一个妆容 就是比较淡比较日常的妆容 橘色的口红 有点橘色的腮红 配这三个颜色也是蛮好看的 晚上呀或者说特殊场合的时候 你想画烟熏妆 也可以在最后加上这个深蓝色 那这四个颜色呢 分别是这个香槟金色 橘色褐色和这个胀蓝色 如果你用的很多的话有点像黑色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更加像这种胀蓝色 这种深蓝深绿色 就跟我后面这个花瓶的颜色有一点点像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颜色的 我今天的用法呢 是用香槟金色打满整个眼窝 然后这个橘色去加深双眼皮的位置 褐色呢去加深这个上眼尾跟下眼尾的位置 最后呢用这个蓝色在眼线的部分加深 就像这种颜色我一般都是当眼线来用的 就是画在非常贴近眼睫毛的位置 这两边眼妆对比起来 其实右边的话会显得眼睛更大更有神一些 最特别的一个颜色其实是这个橘色 今天特别在已经中间的时候 特别去多加了一点这个橘色 才可以看得出来 比较喜欢画浓妆 欧美妆 然后烟熏妆 喜欢完妆的小伙伴 可能会更喜欢这一盘一些 但其实你不去用最后面这个颜色 前面三个颜色也可以画出一个比较 这种淡雅 然后温柔的日常妆 两盘相对来说我更喜欢Star Aura 算是不用看着这个配色 我就感觉很舒服 因为这四个颜色真的是每个颜色都会用的 而且我可以看到自己经常会拿起这一盘来画 比较喜欢就是眼影盘里面四个颜色 全部都可以用到的 那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这两盘你们会更加喜欢哪一盘呢 那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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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